新旗友林峰等以來都分散 就照樣社區外島中心 小朋友並無夠熱的外島空間 也影響到利民的使用 為了改善這種狀況 這期觀點評價是 這支支出新建新旗友林峰 經過兩黨的規模 將它正式擔透 將電鋪及兩黨後的觀光 到時候小朋友就能有數時 空間的空間好好學習心中 為了改善新旗友林峰 分佈在社區跟小朋友 外島空間無夠的問題 是有向中進出經費 經過兩年的規模 現在準備在新旗友林峰的信號下 25號上後的規模黨討典禮 市長文維特請主出席主席 既來這個空間完成後 可以讓小朋友進到優秀的環境 當時將原本使用的空間 可以顯示社區 總共經費一億七千多萬 中央補助九成很幫忙 我們會努力把新宿友林峰建得更好 不過原來剛剛局長有跟我講 原來新宿的幼兒園都在很多地方 結果現在都集中在我們這裡做幼兒園 這樣可以拿到他的品質 老師比較關鍵 所以在這裡做幼兒園是一個很好的 所以也把空間移給我們的社區 移給外公中心 讓大家可以很舒適的 這期正處新建柚林峰的市議員 南匹佑和共同參務黨討典禮 議員除了感謝市長的支持 與藥坤頓這個港電玩工後 將可以大大幫助新宿的貴家長 這個幼兒園是在我 188年9年後 他們開始跟市長建議 經過兩年188年189年 兩年的政策 因為我們本來新宿的幼兒園 都是在里面外當中心 設的幼兒園 我覺得現在不適合 所以我跟市長建議說 一定要有一個新宿專屬的一個幼兒園 然後李明活動中心可以向里面社區去輸用 所以經過兩年市長大營 香港的保證處 我們全部因為港到領域起床 算到現在發報的金額是一七千幾萬 一七千幾萬高雄是教育部的一個補助款 其他是市府的自酬款這樣子 所以以後如果有幼兒園真正成立之後 他有九班的那個粉鈴班 然後有三班的幼幼專班 一共有十二班 所以這樣提供給我們新宿區所有的小朋友 一個非常良好的一個學習環境 大家可以在這裡學習這樣 經過新建工程尤夕在兩年要完工 到時候就能夠教授三百位學生 基本上包括幼兒班和小班 提供有需要的家庭報名 一家郭播一星期 顧 採用不得 在那裡 1.2 1 3 1 2 2